大家好,我是司徒甲大 上星期去了一個電影的首映禮 就是談判專家的首映禮 當晚星光熠熠、劉青雲、吳振宇 很多主要演員都有到場 我對這部電影都有非常大的期望 因為見到談判專家這幾個字 就知道是一些很有迫力、針鋒相對的文氣 我自己就很喜歡看這些 也是港產片一個很主要的元素 結果看這部電影是令我起出望外 除了有剛才說的很有迫力的對白 度到很盡的交鋒之外 也有一些爆破和槍戰的場面 有一定的官能刺激給大家 另外除了吳振宇和劉青雲之外 有個演員我很喜歡的就是阿倫楊偉倫 他在裡面飾演一個被人綁架的人質 總之他是飾演一個人質 但是應該身為一個人質是很緊張的 但是他每一個對白每一場戲 都有些東西給你笑笑的 在一個這麼繃緊的戲裡面 它是一個輕鬆位 一個對比是很大的 很有效果的 大家入到好場也可以留意一下 這套戲還令我recall一些 2000年代的港產警匪片 無論是劉青雲演繹過的也好 還是吳振宇演繹過的也好 很有港產片的戲味在裡面 我和太太都看得非常滿意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場支持一下 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歡 談判專家這套電影